熊熊烈焰吞噬廠方 清火不斷往四周扩散 就担心火事延燒 消防員到場布水縣全力灌救 跨破鐵皮工廠 上百度的火花瞬間飛散 消防員進入高溫火場 逐步縮小火場范圍 但工廠中堆放的幾乎都是毅然物品 讓火事一度難以控制 新北市泰山這間餐廳用具工廠 凌晨一點多的時候竄出火苗 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大火把廠房吞噬 夜空也遭火蛇染得先紅 而鄰近起火工廠的廠商 裡頭還囤放著一輛輛重機 百萬進口車跟千萬兵力 我在裡面不存在 在門周遇見 我流疲目 我怕出來有點direct 沒有人員受傷之內 同時總共藍燒面具大約 三百百平方公尺 警車鋪設十條水縣 破壞鐵皮外牆排煙灌救 四周�z水警戒 大火在一個小時內順利撲滅 只是工廠裡盾放的身材工具 遭夜火吞噬 復執一句 財損恐怕難以顧綫 记者尼士庚刘世伟梅凯亭 新北市采访报道